俄罗斯屠夫22兆3逆火战略轰炸机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俄罗斯空天津遭遇黑色1月 一周内发生两起灾难性事故 即上周发生两架苏34战斗轰炸机 在空中擦撞事故后 一架屠夫22兆3 如图远程战略轰炸机 22日又在降落时坠毁 虽然俄国防部称 这些事件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的 但俄专家认为 这主要是飞行员训练不足所致 俄罗斯自由媒体23日报道称 1月18日在日本海上空 俄军两架苏34战斗轰炸机 在空中擦撞 4名飞行员中 只有一人获救 俄专家指出 此次事故极有可能是人或大于机械故障 可能是两架飞机的飞行员 做一些近距离机动动作的失误 造成了此次事故 22日 一架屠夫22兆3轰炸机 完成例行训练飞行后 因突日暴雪 在摩尔曼斯克州奥列尼亚军用机场硬着陆时坠毁 造成机上4名飞行员中3人死亡 在一周内 俄罗斯空天军失去了多架战机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失去了6名飞行员 俄天空军事故率增加 除了天气等原因外 还有飞行员自身素质的原因 2016年 俄国防部长少依谷曾表示 俄空天军飞行员缺额1300多人 相信现在飞行员的数量仍然不足 虽然现在俄军飞行员飞行训练时间增加 一些飞行员 甚至在叙利亚接受过实战锤炼 但不少飞行员仍缺乏足够的飞行经验 在飞行时 不免会出现错误 俄空军专家彼得杰涅金称 现在飞行员在训练中存在一个问题 他们在很长时间使用各种模拟器训练 他们学会在电脑上飞行 但这只是一个玩具 训练效果并不好 俄建在机团大部分时间 在模拟航母甲板上着陆 结果 2016年两架舰载机在地中海 试图降落在库茨涅佐夫号航母上时坠毁 因此 飞行员需要更多实际飞行训练 俄罗斯观点报23日报道称 此次屠负22兆3最毁的机场是混凝土飞机跑道 长3500米 被视为俄军最好机场之一 俄飞行教练安德烈克拉斯诺比罗夫表示 在飞机降落时 飞行员的任务是将飞机下降至离地面一 5至2米处 以便顺利接触跑道 如果此时突降大雪 飞机失去与地面接触的机会 根据规则 飞行员应拉起进行第二轮降落 该机组人员为什么没有执行必要操作 也许 飞行员试图进行第二轮降落 但当时飞机高度不够 因此发生硬着陆 柳玉鹏 环球网军事12月20日报道 俄罗斯恐确实设计局局长 和潜艇设计师弗拉基尼尔多罗费耶夫 12月19日 在接受俄罗斯报采访时表示 采用模块化方法设计建造 未来核潜艇 是俄罗斯潜艇设计师的首要任务 多罗费耶夫称 多用途潜艇在配套设备方面 实现模块化和通用化 可以让他们的使用大大简化 因为不仅可以批量订购备用零件备件 工具和附件 而且潜艇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也会下降 未来潜艇第五弹和潜艇哈士奇 也不例外 据多罗费耶夫介绍 不仅是单独的系统 潜艇上根据功能划分的仓式 甚至潜艇的所有部件 都可以制成通用模块 他解释说 假设 它可以分为三部分 通用的手端 通用的尾端 而中间部分 可以根据不同的战斗战荷 需要进行变形或替换 有关第五代多用途和潜艇哈士奇的公开信息非常少 已知的是 该潜艇将搭载2011年2月媒体首次提及的 告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系统 此外 该潜艇使用寿命将超过50年 配备机器人技术装置 俄罗斯海军负责武器装备的副总司令 维克托布尔苏克曾表示 制造哈士奇集合潜艇 将被列入2018-2025年国家武器计划 At Sevilla Debt Post 7500 on the 31 2018年12月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 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提名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尼利 担任下一任美军参联会主席 现任参联会主席 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瑟夫邓福德将退役 邓福德于2015年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任命担任这一职务 2017年新任总统克朗普提名他续任 任期将于2019年10月初期满 参联会主席是个什么角色 参联会全称为参谋长联席会议 参联会主席是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 拥有美国武装力量军官最高军衔 参联会主席由总统任命 需经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认可 一个任期为两年 可连任376年 如果总统认为有必要 可将任期最长延至8年 战时则不受限制 参联会主席没有军事指挥权 其职责是作为总统和国防部长 与作战司令部沟通的桥梁 平时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国防部长提出 关于军队建设 国防发展项目与预算 抬购需求与评估 联合作战条令 联合训练政策等方面的建议 战时协助国家指挥当局 对美国武装力量实施战略指挥 监督各作战司令部的军事活动 代表作战司令部反映其作战需求等 奠定参联会及其主席的现有地位 依赖两个著名的法案 一个是1947年通过的美国国家安全法 依据这一法案 成立最高国家安全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 却立参联会作为集体 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 负责制定战略计划 为军队建设合作战提供战略指导 参联会下设联合参谋部 所属工作人员不超过100人 陆、海、空军各占三分之一 另一个是1986年通过的 哥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 简称国防部改组法 该法案明确 参联会主席是总统 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 赋予其确立美军联合战略需求 制定联合战略规划 作战计划和预算评估等职权 从1947年国家安全法 到1986年国防部改组法 美军参联会所拥有的预算比例 从国防部经费的一月升为15 大大提升了参联会及其主席的地位 促进了美军军种之间的联合指挥 信息互通 联行保障和联合行动 美国军方普遍认为 该法案的确立即所带来的改革 是美军赢得海湾战争 及一系列信息化局部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马克米利的主要任职经历 马克米利陆军上将1958年出生于美国马赞诸塞州 1980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 并取得政治学学士学位 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又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取得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硕士学位 马克米利在参加后被一军官训练团之后获得军官委任 在近40年军力生涯中 早期服役于美国陆军绿色贝雷茂特种部队 曾多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 担任过军事指挥和领导职务 具有丰富的特战经历和实战经验 在担任高级军事指挥职务后 历任山地师师长、军长、陆军部队司令部司令等职 军事领导经验十分丰富 2015年5月 马克米利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提名为新的陆军参谋长 同年8月正式出任该职 因为陆军部长是文职官员 所以陆军参谋长是美国陆军的最高军职指挥员 马克米利在陆军参谋长任上仅三年有余 但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 一是建立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 马克米利非常重视技术的发展 给未来陆战场和陆军作战带来的影响 技术的迅速发展 以及竞争日益激烈的空间和领域 促使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战争方式 远程船感器和精密武器的扩散 意味着在未来战场上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两三个小时 你就可能被消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